他人 所以关爱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并不只是行为上的助人为乐 助人不一定为乐 只有当助人为乐的时候 这样的乐你才应该承担 这样的助人你才应该去实施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 我们之前说到的是关爱心 说到的是包容心 关爱心里面说到在关爱的世界里人人平等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人人平等 不是指除我之外的他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属于我要关爱的一个对象 人人平等 我也是个人嘛 其次是讲到了一个包容心 我们说到你要在包容他人之前 你也要学会包容自己啊 什么样叫做包容自己呢 那就是要原谅自己曾经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同时要学会包容自己的命运 包容你的生活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有很多不幸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挫折和苦难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处于烦躁的状态 处于对抗的状态 我告诉你一旦对抗就出现不自由 你可以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当你跟一个事物去对抗的时候 你已经让你自己不自由了 因为这个对抗本身对你造成了一种束缚 而当你跟一个对象去和解的时候 你是真正达到自由了 真正达到自由了 因为对抗的时候你的很多力量的实施 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需要 而是因为要统设对方 但是等你跟对方和解的时候 你彻底解脱了这种对抗的关系 你才能够自如我所事 如其所事 所以这才是一种包容 你要跟生命当中的各种不幸包容 当然也跟自己的幸福包容 哪怕有朝一日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 有朝一日 如果我们身上发生了厄运 如果我们身上出现了不可治愈的疾病 有这个可能啊 因为在过往的历史当中 复旦的同学当中都有啊 你要记住 你要自己能够直面自己的困境 并且 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 那就公顺的领受这份命运 这就属于生命的一种和解 这是一种高贵的顺从的姿态 这是一种大气的姿态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的是一个孤独心 首先要说到这个孤独心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 就是孤独跟寂寞不是一回事 这个Alone跟Lonely不是一回事一样 孤独跟寂寞不是一回事 孤独它是自成世界的一种独处啊 它是自成体系的一种完整状态 所以你看孤独者人 孤独的人 他往往因为是自成世界 自成体系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圆融的高贵啊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高贵的词 圆融 你看真正的禅者 一定是圆融的 印度教恒河边的那个冥想者 他就是圆融的 然后道教里面能够达到冥想 以至于语化的那些人 语化的那些人 他也是圆融的 同时 他们都是孤独的 所以孤独者 它是一种完整的状态 它没有那种缺失的遗憾 但什么是寂寞 寂寞是迫于无奈的这种虚无啊 然后百无聊赖之后 像困兽一样在自己的斗士当中 夺来夺去 想看书看不进去 想看电影看不进去 想打游戏没有心情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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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胶着的状态 好像要逃离繁荣一样 这个时候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可怜 这样的状态 称为是寂寞 它跟孤独不是一码事 同时孤独 它是一种由思想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气质 我相信同学们有的时候 在人群当中 能够一眼识别出一个真正的圆满的 颜容的孤独者 因为它周围 吻罩着思想 它给人的气质的感觉是闲净的 是淡定的 但是寂寞不一样 寂寞它是由虚无所引起的那种恐惧啊 它往往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半 但是一个人又没法好好的自处 所以它表现得非常的焦灼 百无聊来 同时孤独 它是对环境没有必然的要求的 孤独者可以身处闹事 孤独者可以被人群包围着 甚至很多时候 孤独者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甚至很多时候 孤独者就坐落在我们下面 这个拥挤的教室当中的某一个座位上 孤独者对于环境没有刻意的要求 因为它是自己的一份心境啊 所以即便是身处闹事 即便被人群包围 孤独者依然能够做到和静清静 无论何种环境 它可以与环境相和谐 无论周围是怎样的人群 它可以保持一份恰到好处的尊敬 但同时就绝对不影响它个人的亲记 亲是亲近 记是冷记 这四个字和静清记是日本茶道的精神 日本茶道的精神 你要知道真正的茶道 如果你把它以为只不过是一套仪式 只不过是一套服饰 或者只不过是一套人们表现对于茶的敬爱的一种形式的话 那么你实在是太低估茶道了 茶道茶道是茶的道啊 道是什么是真理 道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是精神 所以何静清记是茶道的精神 他也是真正的一个孤独者的精神 日本人之所以会如此的崇尚茶道的原因就是 因为日本的人